接下来我们有请Soye主席 为我们介绍下一位 全港市场专业女性选举得奖者 有请Soye 第四位的得奖者 她是一名知名艺人 对工作认真、克服内劳 每次认真又征战的演出 令她得到观众的肯定 更加在演艺事业上取得卓越的成绩 除了作为一位优秀的艺人之外 她更加进军饮食界 成为多间餐厅的合伙人和创办人 最近几年她更加投放了大量的时间 积极参与社会运动 二务身兼多个慈善机构的职位 以自己的能力做不同类型的义工 以自己的身份出席大大小小的慈善活动 她说演艺是她本人的专业和职位 每拍一场戏、每一次的表演 都是她对自己无限的挑战 静静就是这份坚持 令到她克服重重难关 更加身体力行服务社会 各个不同阶层有需要的人士 以她艺人的身份 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我们这个时候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全港时尚专业女性选举2020得奖者 林夏眉女士Rosena 现在我们有请会长 严希华女士 陪同评审周定宇先生为我们颁奖 请严希华女士到台前接受 现在邀请提名人赵杰文先生 到台前接受奖项 有请 感谢会长 请会长、评审及提名人 到台下就座 有请林女士和我们分享得奖感言 有请护仙娜 首先我要多谢这么多年来 对我支持和鼓励的前辈、思长、同仁、同朋友 我亦都要多谢评选机构、评审和我的提名人Kelvin 我更加要多谢我的家人 多谢他们这么多年来对我无限的支持 才可以成就今天的我 我亦都要多谢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以人为本是饮食界的重要宗旨 我认为每一个员工都是公司的重要资产 我一直都有坚持团结和谐高效率的企业文化 鼓励员工自我增值不断进步 和公司一起共同成长 我希望藉着这次的机会和大家互面 多谢大家